这个忍战黄土是曾经的决斗场商店认者 后来下架放到了奇愿夺宝里面 忍战黄土也是游戏内比较少见的重做机制的人者 他一技能滑轮到普攻是一个移动格挡的效果 这个时候你可以再次点一技能释放一个位移攻击 而原本的忍战黄土是没有这个格挡机制的 另外他的二技能也有一些变化 原来是一个抓取效果 现在变成了一个直接攻击 但那个抓取融合到了那个格挡里面 当你在格挡过程中对方攻击你 这个时候你释放二技能就会变成一个追踪抓取的效果 刚好大年初四 这个忍战黄土也进行了限免 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这个忍战的实战效果 对面这个是青年三传 我们继续普攻3A衔接 他如果提着我们直接反手格挡 因为他手里没有抓取技能 所以我们直接过去 拿到天手最后看一报一 这个忍战黄土是可以接到二技能的 然后来看第二忍战贝流呼 因为贝流呼手里有抓取技能 所以说我们不能反手放格挡了 我们普攻稍微骗一下 骗出来以后往上面走 你抓取技能交了以后 我们就直接开着格挡 你放密券跟技能没什么用 我们看着位置一个技能过去拿到天手 其实这个时候可以直接衔接二技能 就有一个追踪抓取的效果 但我们本身没有招募这个认者 用的比较少 所以说刚刚那个机制就没想起来 这忍战黄土整体的表现 其实来说还可以的 但他放到奇缘独宝里面 这个价格就不太合适了 他两个技能全交 我们一个技能冲过去 他顶了一手熊猫 我们想躲 但是没有躲掉 我们稍微等一下他霸体时间 看他霸体消失 我们提升一个技能 但他躲掉了 我们快速用密券拿到天手 他手里提升满较好 我们普魂超A的两下 他提升我们先反向顶个熊猫 然后往上面走 引出他另外一个技能 他现在手里应该是没有东西的 不会开大吧 如果不开大 我们一个技能过去拿到天手 接着再来看一报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 也是没有招募这个认者 可以趁着今天去体验一下 接着来看 虽然是一个元气夏日卡卡西 他手里同样是有抓取 所以说我们这个移动格挡 先不着急 先用密券估计拿到天手 骗出体身 两个技能全交 估计要交密券了 看他交不交密券 不交密券一个技能冲过去 那这一波游戏要结束了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